同学们好 这节课是我们JSF教程的最后一节课 这节课我会对JSF做一个总结 对我们之前所讲解的课程 然后回顾一下 让大家能够更加巩固我们所讲的知识点 首先第一节课我们讲解了JSF的优缺点 然后我们JSF的优点是前台和后台分离 让我们的前端和后端开发变得更简单 效率提高 接着我们讲了JSF的导航规则 通过我们的FaceConfig文件 整个去控制我们的JSF导航 然后讲解了我们的一般的导航 和我们的一个匹配符的导航 接着我们讲了JSF的表达式 以及我们的JSTL的表达式 整个书写 然后也安排了一些课课练习 让大家巩固JSF的标签 以及我们的JSTL的标签 H和F 同时我们拿了一节课 来讲我们的班跟兵 后台的班跟兵 以及班跟兵的一些配置 怎么来配置我们的班跟兵 在我们的FaceConfig文件 接着讲了我们兵指后台翻跟兵的初始化 以及我们ListMap 怎么去做一个初始化的动作 接着我们讲了我们的标准转换器 怎么把我们前台的一个字幕串 第二转换成我们对应的类型 JSF提供了一些标准的转换器 以及我们自定义的一级转换器 实现我们的convert接口 然后我们拿两句课来讲 我们的标准验证器 以及我们自定义的验证器 JSF提供了一些标准的验证器 同时提供了我们自定义验证器的一个接口 Validate 去实现我们自定义的验证 同时讲到了我们的错误信息处理 这个错误信息处理 其实在我们之前的标准转换器 以及自定义转换器标准验证器 自定义验证器中已经使用到 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的错误信息 以及我们自定义的错误信息 然后我们讲了我们自定义和验证的一些标签 我们要去自定义的一些转换验证标签 怎么去自定义实现什么样的接口 最后几节课 我们讲了我们的事件处理 GSF的一个事件 然后它的流程是什么 然后我们动作事件 是在哪个阶段发生 以及怎么来编写我们的动作事件 即时事件 它在什么阶段发生 然后有什么作用 我们的直辨事件 可以作用在什么标签上面 怎么实现我们的直辨事件 最后讲解了Face事件 这所有的GSF的知识点 都列在我们这个图上了 希望大家能够巩固和掌握每一个小的知识点 然后对每一个知识点 能够数量的运用 那我们GSF的框架 就会变得很灵活 提升我们的开发效率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整个GSF的课程 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订阅